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的林女士此前没有买到票 但17日晚 还是决定到人一碰碰运气 我是河南的 5月就开始给售票处打电话 他说还没开始售票 他28日开始售票 当天就售完了 今天我过来真有缘 到了售票处 谁知道就剩了两张票 我就买到了 反正我就爱看这个 一个是演员阵容 另一个他也算国粹 能近距离观赏到 很吸引我 茶馆的魅力 源自经典 茶馆是中国著名文学家老舍 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 该剧分三幕 以老北京玉泰茶馆的衰败为背景 以茶馆掌柜王立发为线索 展现了戊区变法后 军阀混战时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三个时代的社会变化 1958年3月29日 中国著名话剧人焦菊尹 夏淳联合导演的茶馆 在首都剧场首演 于世之 郑荣 蓝天野等一批艺术家的精彩演绎 第一代茶馆服衣上映就引起轰动 时任北京人医院长的曹瑜对老舍说 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1992年7月16日 茶馆首版在仁义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茶馆剧照摄影